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宝强在2016年8月自谱家丑 他在凌晨发布微博趁妻子马荣与经纪人宋哲 存在婚案不正的关系 决定解除与马荣的婚姻 停止与宋哲的合作 去年8月15日 王宝强到法院起诉马荣要求离婚 这一起离婚诉讼案 法案收取了24.9万余元的诉讼费 离婚案诉讼费总额超过20万元的部分 按照0.5%的比例收取 意味着两人涉及到要分割的财产总额至少在1亿 王宝强在离婚官司立案后的声明中称是借钱交费 借钱打官司 一举点侧面印证 王宝强的家产几近被马荣掏空 王宝强的委托代理人张启怀律师曾透露 正式决定离婚前 王宝强曾想与马荣协议离婚 但是竟然收到了马荣威胁的短信 在二次庭审中 马荣仍不同意和王宝强离婚 趁与王宝强还有感情 有分析人士认为 马荣此举主要目的是拖延时间 目前王宝强的演艺事业仍在继续 这样在离婚之前 王宝强认的每一笔钱 马荣仍能以妻子名义 要求分得一杯羹 王宝强起诉马荣离婚一案 经过几次庭前会议和开庭后 法庭程序已进行完毕 将在年底前宣判 在离婚官司的审理过程中 王宝强向警方报案 由于涉及非法处理 王宝强离婚案的财产等相关问题 宋哲因涉嫌职务侵斩 于今年9月11日被警方控制 据报道 截至目前 该案中警方已传讯近20人